第十八单元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行到第十八单元第六部分 我们会补充一些其他立体的演练 跟针对这个单元进行总结 那这个单元里头会提到一些 可能在其他单元没有呈现的一些问题 包括系统效率功率计算等一些自动化系统 必须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会做一个单元总结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个系统里头 像PLC它的电影供应器容量的这个选择 我们前面曾提到一些IO规划 那事实上这些IO点数一定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容量的设计 这边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这系统有八个里列输出端 需要接八个DC24V12W的这个油压方向控制法 而且可以同时来动作 那采用的是24V电影供应器 这时候我们要选用它的这个安培数的容量是要多少 才能满足这个需求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选择过程 那我们可以从每个方向法的这个安培数需求来运算 24V12W所以它的电流需求是等于12除以24等于0.5安培 也就是说每一个输出的控制法需要0.5安培的这个驱动电流 所以有八个可以同时输出8乘以0.5就等于4安培 也就是说我们最少要选择4安培以上的这个电影供应器 才能满足这个系统的需求 当然我们可以另外用功率的角度来算 来选择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 所以这个例子里头有八个12瓦的这个方向控制法 它的功率需要等于电影供应器24V乘以I 所以I就可以等于96除以24 一样可以得到4安培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这个方向来获得我们要的这个安培数的计算 那在自动化系统里头马达运转它的扭力需求是非常重要的考虑 有的这个扭力的输出才有办法做系统的正常运转 像这边有一个例子 六马达来带动齿轮型皮带做圆周运动 如果这个皮带轮半径是100mm 净切线力量是5kgf 就是它的出力需要达到这个数值 那请问一下马达的扭力需求T 是要多少kgf米 或多少扭顿米 我们看一下运算过程 扭力就等于力乘以半斤 所以就等于5乘以100 再除以1000 等于0.5kgf米 这个1000是因为我们要把100mm的这个单位转换成米 因为kgf米是常用的扭力的一个单位 那如果要换算成牛顿米 所以0.5kgf米 再乘以9.8牛顿 per kgf 就等于4.9牛顿米 那这两个扭力单位是常常用到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它的转换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功率 那工业运算会影响到你驱动器的这个选用 包括前端的电影供应器的这个使用 所以假设有一个马达的扭力负荷是2kgf米 当转速是600rpm的时候 它的消耗功率应该是多少瓦特或是多少马力 那这个运算过程我们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它的定义 了解一下它的定义 1瓦特等于1牛顿乘以1米每秒 所以功率p等于t乘以omg 也就是说扭力扭矩乘以角速度 所以这等于2乘以9.8 这乘以600 再除以60 这乘以2乘以π 就等于1231.5 那中间9.8是要把kgf转换成牛顿 2π是要把这个rpm里头的这个煤转 转换成净度 就在单位换算要特别留意 好 那我们找到瓦特以后 如何换算成马力 因为马力也是很常用的一个单位 1马力也等于746瓦 所以刚刚的这个数值 再除以746 这个也得到1.65马力 就是我们常常在计算一个马达系统 它的这个运转功率 所以可以透过扭力的负荷 跟它的转速rpm 就可以算出它的工作的功率 那后面再看一下机械效率的问题 很多自动化系统都有功率损失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效率 可以透过一些运算过程 比如说伊亚马达有它的这个体积效率 比如说是95% 那假设它全系统的效率是80% 那我们问一下它的机械效率是多少 看一下解答过程 那系统的全效率 可以由体积效率乘以机械效率来求等 所以这四次里头 机械效率就会等于全效率 除以这个体积效率 就等于80除以95 得到84% 也就是说这系统里头 除了伊亚马达的体积效率以外 它的机械效率 事实上包括传动的一些损失 可能透过发热或一些震动 会减少它实际的这个工作效率 那这部分在系统设计里头 必须要做一些考虑的 比如说刚刚我们有做一些减速机的运算 事实上减速比越高 它的效率就会越差 就是会有更多的功率损失 那在机械系统里面 必须要特别来留意的 所以透过机械效率运算 我们可以了解到系统设计的优劣性 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个单元来做一下总结 这里面我们规划了几个单元 包括PLCIO的规划 我们接下来一般的元件或是马达 油气压、器材显示、直播开关、正类式的多工输入 这些相对应的输入跟输出的需求 那在PLC的气压控制实物里头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回路控制法 我们也介绍了一位暂存气法 还有PLC的顺序控制 那在气压压的出力控制设计实物里头 应用帕斯卡原理 我们做了这个推力的计算 或是压力的计算 甚至面积的计算 到最后吸盘的选用 那在类比式的系统里头 透过AD、DA 或CNC的这个类比式的应用 或GTSB的应用 我们都可以把前面学到的数位类比 跟控制器的这些界面模组 甚至跟机构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自动化系统 那在数位式里头 或者布基马达是常用的一个 这个角度控制器跟数的控制器 那它有不同的数位式的界面 透过麦坡数的设计 麦坡频率 或是布基马达角度的选择 我们都可以把它整合出 一个特定的自动化系统 达到解析度的需求 或是达到它所要做工的目的 比如说位置控制跟数的控制 那最后我们还补充了 像电影工具的选择 扭力计算、功率计算 跟机器效率等相关的仪体 相信这些都是我们自动化系统里头 很重要的设计 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跟实际控制要了解的 那同学可以把前面学到的各个单元 做充分的整合 以利于在自动化系统里面 做控制或做设计的一些参考 好,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那后续有一些参考资料 请同学自行来参考 很多线上的这些练习 可以仔细来进行运算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